各位早晨 今天是1月14日 星期四 昨晚美股方面 眾議院通過談合總統特朗普的議案 不過未有對股市造成太大影響 大部分美股美市都是做好的 科技股表現更加是飆青 三大指數裡面 道指跌不夠0.1% S&P500升0.2% 納指升0.4% 如果大市來看波動不是太大 不過都在高位整顧 整體都是一片利好的 在民主黨的藍狼之下 我們港股這邊 現時升幅不是太大 升不夠100點 去到28,300的水平 不過仍然是一個向好的趨勢 慢慢的移向上 現時可以繼續上網29,100 現在我們今天的股份方面 車股各別有不同的消息 吉利也有很多的利好消息 如果今天強的 可以追求車股我會選吉利 吉利現在升了30% 去到33.7% 除了和百度合作之外 最新昨天有消息 就是吉利的武企吉利紅股 和紅海的子公司富子康 成立了合資公司 會為全球汽車和出行企業 提供代工生產和訂製顧問服務 這次這個合作 其實看到不只是和百度生產 現在是有憧憬 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紅海本身是蘋果的代工 會不會有機會佔蘋果的Apple Car 或者其他不同企業的代工的訂單 令到很多的憧憬 吉利的話 現在你可以用到 都是有很明顯的止蝕止賺位 其實32.2就是它這裡找到的支持位 用修時計的話 都是可以繼續看它破歷史頂 35.5 歷史頂最近才創 多謝整版車股都很強勢 整體都是可以繼續看好的 所以我們一起讓它們一起去看 好奇蹟 就可以 請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